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琪 23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霞 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走是吧 是 你要留是吧 对 我想跟他在一起 谈了多久了 半年吧 你追的他 是 当时喜欢他什么呀 去年九月份 那天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约我就是出去打羽毛球 在学校的体育馆 那次就是我的朋友 然后带了他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 感觉他又高又帅 然后运动起来还特别阳光 特别吸引我 我就最后跟他要了联系方式 然后我俩慢慢地多了联系 大概有一个月之后吧 然后才跟他说的表白的 怎么了 为什么要走啊 寒假 然后他回家学假照 然后我也放假回家 我俩只能打电话 微信这样子联系 他几乎从未主动联系我 我给他发的微信 他也没有主动回 可能我早上发的 他晚上才会回 我也不是没给你回呀 我晚上的时候 会给你说晚 然后白天的时候 可能会晚一点吧 然后给你发个消息 但是你也没有回我 那是很晚了 我平时都十点 十一点睡觉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能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他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把我微信拉黑了 然后QQ给我删除了 我就觉得他总是 对我忽冷忽热的 然后若即若离的 我记得那天 和一个朋友出去玩 那个朋友是我闺蜜 然后他也见过 我俩挺好的 反正挺漂亮的那个女生 当时我朋友 都给他发微信 他突然秒回了 我就挺生气 他都没有回复过 我的信息秒回过 没有 我那个手机没有电了 我带充电 他正好那个 就是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 然后我给他秒回了 明白了 但是我也回复你了 那都很晚了 你根本就不在意我 所以女生会认为说 他秒回的是 你那个漂亮的女闺蜜 是吧 而没有搭理你 因此你提出了分手 对吗 对 而且这种情况 不止一次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没有好 现在分手了 就是 从寒假分到现在 那你寒假回来之后 你不想分手 都做过哪些努力呢 我回来之后 我就找他 我说一块出来吃个饭吧 是吧 咱聊聊这个事情 但是 就是我 这个人比较有内向吧 我就是不太爱表达自己 我也没 但是我的心意 你应该明白 你总是说自己内向 不爱表达 然后我都要离开你了 然后你都 他若见面跟我聊聊天 把之间的矛盾都说开 可是他就在那站着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真的觉得你 就是不在乎我 你觉得他不在乎你 除了寒假和时期的时候 跟你联系得少 还有什么是不在乎你的吗 我记得那次特别过分的一次 他们一个室友 然后过生日 那个室友叫了全宿舍的男生 然后他们都各自带了女朋友 唯独他没有通知我 我那个哥们吧 他是个单身 然后他想追一个女孩 你的朋友在追一个女孩 对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带女朋友去呢 他当时 他就想让我问那个女孩 就是 就是联系那个女孩 要他微信吧 那你带你女朋友去 不是更方便要吗 让你女朋友去要 不是更方便吗 当时我就 我那朋友说 就先不要带你朋友了嘛 那为什么其他人都带了 而你不带 那会儿我觉得 我那朋友就说这个事情嘛 我就随后答应他了 我说行 没事 好 每次我俩就是出去的时候 然后逛街 他就看到一些 其他女生穿着漂亮的衣服 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不爱那样穿呢 就觉得 我很low 然后他很掉价 就记得那次 然后你的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 然后请我俩一起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说 我那哥们儿就说 就是你俩人像哥哥跟妹妹一样 我说 那天他穿了一个丢带服 当时很尴尬 他都那样说了 反而你没有为我 解脱那个尴尬的氛围 你还说什么了 你当时说 我就是很幼稚 像一高中生一样是吗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随后那么一说 我又没有说 说 你没有想过 你说完之后 我会不会很生气 会 会很没面子吗 不是 你说这个点 我真是不理解啊 就是 你现在想分手是吧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分手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挺喜欢他的 不是 没听出来 你怎么喜欢他呀 好 你挺反感这姑娘的嘛 也不愿意跟他联系 然后带他出去 你就觉得没面子 对吧 你跟朋友们说他 比较幼稚 不成熟 你还要追他为什么呢 也不是 我刚认识那会儿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他挺开朗的 我这个人的性格吧 比较内向 我感觉我感觉挺合适的 你们俩合适 那你能解释一下 你觉得跟他合适 为什么你不跟他 好好相处吗 反正 还是挺喜欢他的 可是你 你对他所有的态度 都是鄙视啊 你怎么喜欢他呢 我记得我那会儿 我实习的时候 就是刚第一个月发工资 发了一千两百块钱 然后我俩就去 我换了五二 然后去完了 我就省理 手里又剩下几百块钱了 就剩生活费了 那次他想吃那个猪蹄子 那天就是那个 就是很晚了嘛 到第二天 我跟我朋友去吃饭 我就给他点了一个猪蹄子 给他带回来了 我可能就是表达上 我可能就是 我不会就告诉他 可能是就是因为 我先追求的你 先喜欢的你 你就觉得自己 可能很优越 很高高在上 我记得那次 咱俩第一次看电影 你居然放我鸽子 我当时还想着 跟你在一起 坐在电影院里 多么的美好 但是最后他放我鸽子 他连解释都没有 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嘛 我还有我的闺蜜 我们四个人 然后坐在一起吃饭 我就聊起这个事情 我只是说了几句 就提了一下 我说他平时也 在一起也挺久了 有几个月了 没给过我小浪漫 小惊喜 居然说带我看电影 都没有带我去 然后他当时就 你当时怎么说的 你干嘛跟你朋友说呀 对吧 咱俩的事 我没带你去 我也当时没有说你不是 我没有很严重 我只是提了一下而已 你当时那么生气 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但是后来还是带你去 看了那个你的名字 你是带我去看了 你都没有问我要看什么电影 就在手机上 随便团了一个是吧 挺好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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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